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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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这个问题严重 都在提倡环保 能不能受到效果呢 我的看法是 唯乎其微 为什么呢 他没有找到了 污染的根本原因 不能够从根本下手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众生心里的污染 这才是真因 佛家常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其心等命 因此 如何能够防止心里的污染 环境的问题 自然就解决了 我们看看最近 这一个世纪 特别是最近的五六十年 从二次大战之后 科学技术突飞梦境 特别是大众传播的事业 电视 电脑 网络 这些东西 发明了 普遍到全世界 将来的时候 几乎每个人手上 都带着有这些收听的工具 内容是什么呢 都是叫你杀到淫妄 全是教你实物法 不是叫你善法 小朋友 从小就被这个污染了 这个问题严重啊 我们也在资讯里面听到过 儿童犯罪 学生犯罪 这些制法的人员 调查问他 你为什么要犯这罪啊 调查他的动机啊 他从电视上学来的 他模仿 从网络里面学来的 这还得了吗 所以 这个世间怎么会不乱 怎么可能呢 没有灾害 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这三个教是一家人 他们所遵从的经典 都是新旧诱 伊斯兰教所奉的是古兰经 这些宗教经典里面 都讲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可不可能发生呢 我们要看看 现前社会状况的 是大有可能的 那么阿南这首记 给我们暗示 是桌多窝人 造十窝夜的人 比例太多了 这个世间 严重的污染 精神污染 物质的污染 几乎到毁灭的程度了 环字堕天堂 这些人不知道回头啊 不觉悟啊 离于食物 离于邪致邪尽 这才是世间灾难的根本原因 我们要想救自己 不能不懂这个道理 自己要赶快回头 佛在大经里面告诉我们 世间有供业了 供业里头也有不供业 令印经讲的别业 我们要觉悟 我们要回头 我们要争修啊 后面这两句 世间存心有意毁邦三宝 阻碍世间人 行善啊 这个诸节里面 讲禅语 这个是在第九十三面 第一行 欲禅呢 这是讲入佛法中破佛法 真有啊 不是美化 他为什么学佛呢 是为明文立阳而学佛的 甚至于出佛的 为什么出佛呢 这一个行业里头 得明文立阳容易啊 别人做哪一行生意 都好赚啊 哪一个行业里头还都要本钱呢 这个是五本万利 不是一本万利 五本万利 确实有不少人 那世间聪明人呢 那世间聪明人呢 他看准了 他来从事这个行业 所谓是开庙殿 开佛殿 欺骗善难心女 确实他也能得逞一时 后面果报都在地狱 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你也问他 讲到地狱三徒 他会反过来问你 你相信这是真的吗 你说一双法子 所以佛门有个言语说 信徒怕因果啊 因果怕和尚啊 你们想想这意思 出家人不相信因果报应 说佛在经上 讲因果报应 是吓唬人的 不过是劝人为善而已 这邪知邪见 邪美慧正正啊 尤其是地藏菩萨本愿经 里面讲的三徒 地狱苦暴 出家人常常送这部经 他不相信这经上所说的 这个是 我亲眼所见 清而所闻 是出家人 我也是我们同辈分 常常在一起聊天 精控法子 你真相信这道 我有什么法子 我真相信 他真不相信 真是叫胆大妄为啊 问我话的这几个法师 现在都不在了 都已经走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佛在经典上的话 句句是真实 佛教我们不忘语 他怎么可能 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众生 佛一生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了 如果有一次忘语 我们就想到 有一次 可能就有两次 可能就有十次 百次 我们对他的信心 就没有了 世间聪明人 不干这个事情 狂宽是诸佛菩萨 句句话都是真是语 沉地语 我们要相信 笛下一首接着说 不信是有福 因佛非大道 是人是非人 自作众罪本 邪尽之恩 不相信 世间有福 福 使世间 证得就近圆满智慧的人 对于世出世间法 彻底通达明了 在佛门里面 称他为佛陀 佛告诉我们 这种究竟圆满智慧的能 不是他一个人专利的 他在《华言经》上 讲得非常好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下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佛把这四十真相 跟我们一语道破 佛智慧是真的无量无边 佛说了 这个无量无边智慧 我们一切众生 过过都有 不是他专利 德下呢 说两桩事情 德是讲能力 万德万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我们每个人也有啊 向是向好 你们在经上看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 华言经上看到 皮诺哲纳佛的 华藏世界的一阵庄严 我们各个人都有啊 都有 为什么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呢 佛说了 只是你有妄想分别之主 把你的智慧 德能 向好 全都障碍住了 就这么回事 佛教导我们 他又给我们说 他什么都没给我们 这个诸位要晓得 佛只是提醒我们 说出四世真相 他也是凡夫修成 只要 我们能够把妄想分别 执着断尽 那你就成佛了 在佛法里面 修学也是三个层次 执着离开了 与一切事出事件法 决定不再执着了 你就正阿罗汉过了 称之为正确了 你再能把分别断掉 与世出事件一切法 决定没有分别性了 你的境界向上提升了一个层次 正等正确 我们称菩萨了 如果再把妄想也断掉 断干净了 就称之为无上正等正确 称之为佛陀 由此可止 佛菩萨阿罗汉 是佛教修学 就像现在讲 三个学位 学位的名称 世间有没有佛呢 确确实实有 有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断尽的人 那个人就是佛 你要肯干 你要能把这三个东西断尽 那你现在就成佛了 凡夫成佛 跟诸位一样 在一念之间 一念 果然觉悟了 真的觉悟了 所谓放下屠道 立地成佛 那个屠道是什么 妄想分别之主 屠杀你的发生毁灭 佛才是真正的大道 就是无上正等正确 诸佛菩萨苦口婆心教导 他不相信 他不能接受 阿南说 这个人是人是非人 是人是个人的样子 这句话用的意思很深 实际上 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人了 不是人是什么 三徒出生 欲吃他没有智慧 自作中最本 这个注节里面 我把这句的意思念给大家听 在九十四面 第一行 我们从最后一个字念起 虽外居人形 其实呢 以设人格根本 这就是世人是非人 这就是世人是非人 无家人格 唯理人意 离之性 人格就是做人的资格 做人的条件 必须具备这个条件 这才是个人啊 佛家做人的条件 是五戒是善 无国人 把无常 舍弃掉了 把无界是善 也舍弃掉了 这个人 就不是人了 不是人是什么呢 左传里头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人 气场 则妖心 常就是无常啊 就是像我们 我们佛门里面 五戒是善 如果不讲这个 把这个丢掉了 他是妖魔鬼怪 他不是人 是个人的形状 实际上 他是妖魔鬼怪 所以诸位同修 一定要知道 妖魔鬼怪 不是轻蔑撩雅 让你一看到 就很害怕 妖魔鬼怪 打扮得很漂亮 你看到都行 你很容易上他当 妖魔鬼怪 从这里看 这个人 不讲人一离之心 不讲无戒 不讲无戒是善 这个人 在我们佛门讲 是母弟子 不是佛弟子 佛弟子 最基本的 一定把实善修好 不修实善 不顺人道 他不是人道 现在看到 他是个人的样子 转眼之间 他就躲窝盗去了 造作无量 无边的罪 往下我们看第三段 过罪别报 这是讲的武器 我们讲破戒的 古报 命尽王无则 道尽戒身性 射鬼好发沙 祸他涌其中 这首是说 地狱的总报 命尽 就是将前面这个人 不信师有福 言佛非大道 造则 无逆收 死了以后 命尽是死了以后 堕地狱 无则 无则 就是无间地狱 下面三句 是说无间地狱里面的国报 道山剑术 射鬼 是指的 牛头马面 地狱里面 那些鬼族 这些鬼族 一点慈悲心 都没有 见到这个罪人 他就杀害他 霍他 就是我们常讲的 游顶 地狱里面的 地狱里面的 行剧 太多太多了 树枝不尽 第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介绍的 比较详细 但是 实在讲 也不过是 千万分之一二 哪里能说得近 无间地狱 地狱里面 所有一切行法 同时都要受 不是一个一个受的 同时都要受 地狱经上 讲得很清楚 都在无间地狱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跟地狱一样大 地狱里面 所有一切行法 同时受 这死了之后 所以一风一吹 他就又醒过来了 所以一天当中 真实 万死万生 确实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一定要等他 这个罪报受满 他才能出来 所以 地狱的罪 绝定不能造 世尊在《楞严经》里面 给我们讲六道 单单单 地狱这一道 占那一大段经文里面 二分之一 佛为什么要这样详细说 那就是告诉你 地狱很容易进去 不容易出来 太苦了 警惕人 千万不要造地狱罪 可是我们看看 现在人 造无间地狱的人 确实很多 这些人 正是经上所讲的 克里尼民证 他们的确无知 不知道道理 不了解 四世真相 胆大妄悔 这些诗 诸位同修 《多读地藏菩萨本愿经》 你就明白了 什么样的业因 干什么样的果报 底下一句 银以暴铜柱 大火向燃烧 这是讲邪银的果报 这个铜柱 古时候将的泡落 殷柱王那个时候 治的这种刑法 这个铜柱 用火把它烧成 全部燃烧起来之后 这个罪人叫他 抱这个柱子 邪银的果报 邪银的果报 地狱里头的刑法 绝对不是银罗王 设置的 而是由自己罪业 自自然然 变现出来的 就像你做梦一样 做一些悟梦 悟梦不是有人造作 不是有人在那些导演的 使你自己 阿赖耶诗里头 潜意识 变现出来的 下面一句 恶意识谤清高寺 借钱拔起血 这是 恶意 毁谤 邪善 前面讲的 邪人善思 这些人 是世间的好人 他住在这个世界 他的德行 他的教化 能够利益一方 你我以毁谤 障碍 他劝化众生 使许许多多众生 对他丧失信心 迷失了 发生毁灭 这个英国 尼尔贝亚 国报在 跋涉地狱 下面这首 乱酒无礼街 迷惑是人道 死入地狱中 阳同勿其口 这个是乱酒的 罪报 诸位同修 在此地 一定要知道 无界里面 杀到淫妄 是信罪 你犯了 本身 就有罪 你受无界 犯了罪 不受无界 还是犯罪 不能说 我不受界了 杀到淫妄 就没有罪了 那你就错了 但是九这一条呢 你不受这条戒 你没有罪 受了的 你有破戒之罪 但是 你必须要晓得 九顺 这戒 这是什么呢 是预防的 怕你九罪乱性的 去造 杀到淫妄 用意在此地 我们仔细观察 古今中外 凡是造 杀到淫妄 造作罪业的 大概 与九都有关系 他九后多了 你一射了本性 经文头一句 讲得好啊 乱酒 无礼戒 佛家 不饮酒 是智慧 也就是书 时时刻刻 用现代的话 大戒来讲 保持你头脑的清醒 你不要被迷惑了 九是最容易迷惑人的 所以 佛把它列入 根本大戒 很有道理 但是酒的开云 很多 你生病的时候 特别是中医 中医里面很多药 用酒做药引 这可以吗 为什么呢 这不会醉的 酒 可以做料理 菜油里面 做配料 这个可以 我们叫料酒 你得记住 这个是不会 不会醉人的 不会有乱酒 这种情形 反而有一种 帮助血液循环 民最大的人 佛经里面讲 七十以上 体力 衰弱 血液循环不好 佛允许 开云 用酒帮助你 血液循环 佛制定这些戒律 通勤大力 所以在什么时候 什么状况之下 开戒 什么状况之下 是破戒 你要搞清楚 搞明白 持戒 如果对于佛 智戒的音乐 智戒的道理 以及这一条戒 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都要懂得 你不懂呢 不懂就死在戒律之下了 那也错了 错在什么地方呢 错在你非常执着 非常顽固 让一些还没有学佛的人 看到你这个与人 看到你这个形象 不敢守护 错在这个地方 所以 佛法教学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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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再再处处 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心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一定要做出好的榜样 给人看 万九没有节制 必定做出其他的重罪 是理 迷惑是人道 人道就是前面讲的 儒家讲的无常 佛家讲的舍善无解 你都不能遵守 都违犯了 死入地狱中 佛家讲地狱 讲无鬼 种类也很复杂 地狱不止一个 今天上讲 种类就有七十多种 木轨道有三十六种 每一个种类里面 所受这个罪 亲重有差别 最重点 是无间地狱 这是遭无你十我罪 阳童五七口 这是阳童地狱 把童 加温道 童变成一体 你不是要喝酒吗 童直 当作酒 这些小鬼们 请你喝酒 那诸位想想 阳童喝下去之后 整个内脏都烧坏掉了 他要去受这种果报 这个果报太可怕了 这些话记住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确有其思 我们要小心谨慎 再看幕后这一首 遭风重恶难 毒痛不可言 热身还为人 下尽贫穷中 这一首是总结 破无界的苦报 破无界的苦报 前面连句是讲三途之苦 地狱 无鬼出身 说之不尽 说之不尽 后面这两句 他在三途里面 罪受完了之后 依旧会得人生 为什么呢 阿赖耶诗里面 有三善道的种子 有三善道的种子 恶报受尽了之后 三善道的种子 其心心 这得人生 得人生 他还有恶道的余息 残余的习息 这个事情很麻烦 虽然得人生 依旧会造罪业 他有造作物业的习息吗 下尽贫穷中 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 释出世间法 设计的真相是什么呢 无非是因果报应而已 我们果然把这些事实 看清楚 看明白了 你就不会再造我业了 不但不造我业了 我相信一个物念都不会生 你一会一会 阿赖耶诗里头的恶远 统统断尽 纵然有恶的因 没有恶远 这个恶的因不会现行 也就是不会有恶的果报 所以佛法不讲因生 讲语言生 道理在此地 这才叫真正有智慧 真正是个聪明人 我们应当要学习 再看下面的经文 五戒别古 前面是讲破戒 你所受的罪报 现在翻过来 跟你讲持戒 不少的长寿 无病长康强 不杀身 得的古报 长寿 诸位要知道 不杀 就是无畏不实 必须要做到 蚊虫蚂蚁 小动物 都没有杀害他的念头 要做到这一点 我们平常 在家的同学们 厨房 洗手间 常常有蟑螂 有蚊虫 有蚂蚁 这些小动物 来骚扰 你要用慈悲心 看待 决定不能杀害 决定不能杀害 你杀害 你跟他结怨仇 你的古报 这损你的寿命 你容易得疾病 有疾病缠绕 还在想到 即使是小蚂蚁 他也是一条命 他也贪生怕死 你杀害他 将来你一堕落成蚂蚁 他变成人 他也能杀你 孕孕相报 没完没了 越想就越可怕 因此 佛教导我们 像这些厨房 这些常俗 保持清洁 整齐清洁 这些小动物 他自然就少了 同时 我们要明了 要跟这些小动物 好好地相处 他到这来找什么 来找食物的 来谋生的 像我们每天外面去工作 也是去谋生 他到你厨房来 他是来谋生的 他不犯死罪 他不犯死罪 我们应当有 不失供养的心 帮助他 常常照顾他 他有灵性 他会跟你合作 不会来干扰你 我们平常 我们平常 这个蚊子 叮了一口 那个蚊子也是来谋生的 是来找东西吃的 他来叮我们的时候 我们想想 我们是受过三规的佛弟子 受过菩萨界的菩萨 那我们应当布施 供养他才对啊 你把他赶走就错误了 你那么吝啬 不肯布施 你再把他打死 那个过罪过就跟中了 从这些小地方做起 这些小动物 确确实实有灵性 我们自己 认真 修善 积德 会感动这些小动物 我们在 印光大师传机里面看到 印族七十岁之后 这些小动物 再也不干扰他了 普通一个疗房 里面有跳蚤 有这些小动物 蚊虫蚂蚁这些东西 印光大师到那里去住啊 这小动物就找 一个都找不到 搬家了 这是什么呢 善德的感化 他尊敬好人啊 尊敬有道德之人啊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我们在这些年当中 自己这样做法 取得了很好的感应 我们在新加坡 在澳洲 居住环境里 这些小动物 跟我们都很合作 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 互助 合作 绝不干扰 他真听话了 真懂得我们意思啊 所以一定要跟他沟通 决定不能有杀害的念头 我们在这国报长寿 无病长抗抢 你一生不生病 健康强壮 新加坡 新加坡有一位许哲 居士 好像前几天呢 这边电台里头 也介绍他 他今年103岁 一生没有生过病 什么原因呢 不杀神 他告诉我 他是胎离素 前世大概是个修行人 他母亲怀孕 怀他的时候 就吃肠素 吃昏心东西 他就呕吐 他生下了一种素食 103年 他自己称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01岁 他自己称101岁的年轻人 我仔细观察他 头发白了 掉一个牙齿 其他身体状况 跟年轻人完全一样 现在每天照顾二十多位老人 穷苦的老人 他帮助他们 其实那些老人比他年轻多了 但是那些真的是老了 他那么大年岁 他不老 我们要学 他不老的原因 心底清净 没有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他都是照顾贫穷的人 生病的人 尤其贫穷生病的老人 一生伺候他们 照顾他们 这些果报 我们看到了 这些人 都是我们修行的好模样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他一天吃一餐 早晨喝一点牛脂 喝一点牛奶 晚上完全不吃 一餐吃生菜 告诉诸位 他不吃油 不吃盐 不吃糖 所有一切调味东西 他统统都没有 就是生菜 身体那么样的健康 我们在饮食 天天在挑剔 天天在讲求营养 结果营养了一身的毛病 并从扣乳 心清静 身清静 他的生活环境清静 你到他居住的地方 虽然不是很好的房子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喜欢读书 很值得我们 效法 值得我们修学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谢谢 hope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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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